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 十二星座盼你排行榜 第一名 水瓶座 星座盼你第一人的水瓶座当然是谁都不服 很有自己的一套主事哲学 谁也别想当他的老师 你要是想教他做事 他一定会把你气得不想活了 水瓶盼你的杀伤力很大 越精进他的人越容易被挤 第二名 白羊座 白羊座不光很叛逆 他还容易造反 这个星座脾气性格都直 做事也风风火火 不服各种规定 不受任何束缚 你要是感动他 他绝对给你搞出一场起义 让你常常被造反的滋味 第三名 摩羯座 摩羯座是个让人看不透的星座 你说的话他全都听了 也没反驳 也没计较 但是他该咋做还咋做 你说他不听话吧 可人家乖得很 你说他听话吧 可你说的话在他心里都算废话 他是暗地里叛逆的类型 第四名 双子座 双子座虽然表面上跟水都相处得很和谐 其实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他只会在自己感到机器不爽的时候叛逆一下 他情绪如果能得到保障 他也不会轻易发脾气 一旦把他身体里的逆反因子激活了 你就惨了 第五名 金牛座 金牛座的探尼是他们从出生带来 入土带走的 虽然表面上他会表现得很坚和 很有好 但是没有任何人能驯服他的灵魂 他不光跟自己的家里人逆反 他还会跟自己逆反 把自己搞得很头疼 第六名 射手座 你越跟他说去干啥 他越不去干啥 就算他心里想去做这件事 只要别人先开口告诉他应该怎样怎样去做了 射手绝对二话不说了条子走人 总之跟射手相处 别总教育他 也别总安排他 第七名 巨蟹座 巨蟹座不太懂得拒绝 也不太懂得反抗 别人对他提出要求他多数情况下想到的都是怎么去改 虽然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感到不爽 但他总想着没有啥大不了的 就算了吧 就不去计较了 但要是把他惹急了 戳到他的痛点 那巨蟹绝对跟你干到底 第八名 处女座 处女座十年华行 表面上装得可好了 让你看不到任何叛逆的影子 背地里可坏了 让你完全掌控不了他 处女是一个很固执的星座 不是你说两句就能让他改变的 如果他心里不承认你的说法是对的 他也就永远都不会听你的话 第九名 狮子座 狮子座判你多数都是因为你没给他留过面子 没保护好他的自尊心 一旦让他在这方面感觉到受挫了 狮子就会开始疯狂地反击你 不把你弄斧他不会罢休的 第十名 天蝎座 天蝎座表面上是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叛逆痕迹的 可是他们的心里只会听自己的话 其实天蝎不叛逆不是因为他没这心 没这胆 而是他不希望在这方面浪费任何的时间和心思 第十一名 双鱼座 双鱼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叛逆的 因为他们比较温顺 也比较好说服 无论心里面有多不爽 但只要家人比自己更不爽 他还是会按照家人的指示去做 不是因为他没有叛逆的心 而是他更希望对自己好的人更开心一些 第十二名 天蝎座 天蝎座不是不叛逆 是懒得叛逆 叛逆要花心思对付说自己的人 叛逆要花体力跟自己讨厌的人对着干 天蝎不想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也就不叛逆了 睡爱说啥说啥 自己想咋干还咋干 顶天就在挨顿说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